欢迎收看五期股市同学会 我是陈明君 各位同学上课了 回答营收公布之前 股价先创下新高 加上微软继续的公高 台北股会今天演出了双掌的走势 尤其新台币也改写近四个月来的新高价 台股持续的向上来攻击 由半导体双雄还有AI股领涨大盘 电子股今天真的是活蹦乱跳的 就连传产跟金融也助攻 台股今天穷穷穷 大涨200点 外资真的回来了 AI大浪 不同族群轮流涨 台股有办法跟着一起持续的向上吗 马上欢迎特别来宾 首先欢迎的是分析师肖又铭 老蝦好 明君各位同学好 欢迎分析师郑伟群伟群老师好 明君各位同学大家好 欢迎分析师邓尚伟 邓老师好 明君同学们大家午安 好 微软迎来AI的超级战将 那就是OpenAI的创办人奥特曼 就这个消息一出 昨天股价创下新高 加上辉达财报也将要在明天清晨公布了 台股跟着好开心 海北股市的今天大涨AI大军反弹之外 PCB正是火种不灭 一档接着一档来烧 档档喷出 那PCB这么强 很落寞的ABF三雄真的有过委屈 好 星星今天终于攻了 挑战继线位置要反弹了吗 法人卡位为什么呢 另外集团作战行情现在进行事 连家军的联电守住50块钱大关 随时就会攻 那小兵跑更快 这小兵又轮到谁了 请问老肖老师 联发科推出了天机8300晶片 这个大厂疯抢 股价今天再创下波段新高 卖向千元真的非常有机会了吗 而财报预期高的个股 像是微软 像是辉达等等 股价都创下新高 有没有办法让这个AI 再扛住整村的希望呢 而PCB接棒IC设计 看起来有在点火的味道 进棚充完之后换滑通 男子店 准委屈老师有说 低档题材更强 怎么切入 请问委屈老师帮大家追踪一下 回答股价创下了新高 另外CPU也跟着开趴了 包含了创威 包含前顶今天都工涨停板 那CPU急喷行情又要来了吗 怎么样来做介入呢 另外选前现在行情加温当中 肋骨都有机会 安控股悄悄地站回季线了 我们抓到包含了机友 包含了精锐 快发动了吗 请问邓老师 广告回来锁定五七股市同学会 欢迎回到五七股市同学会 大盘11月份急涨千点之后 行情不想休息 准美国股市当中的AI概念股 挥达微软创下新高 可见大盘今天又有再攻高的力道 大盘今天开高之后就一路的向上走高 最终是收涨206点 收在17416点 而且伴随着成交量放大 尖量来到了3000亿元之上 扩增到3379亿元 今天AI的这个全职股 大哥们又回来了 不只是架杠的大哥 台积电连发科冲冲冲冲 就连老AI 广达 伪创 也是一档跟着一档来反弹 尤其伪创在站回季线之后 有没有机会再持续向上呢 反转形态怎么抓 等一下老肖老师会教 台北股市来到今年高点 距离今年高点17463 只差41点了 不过我们的目标 不是只有挑战今年的高点 因为老肖老师现在说 美股的行情现在是百花齐放 如果美国股市有机会涨到明年第一届的话 台股有机会跟吗 那么剑值的可能就是万八之上了 是 整体上我们的看法 因为我们去比对过去这三年 把台股跟美股四大指数做交叉比对 你会发现到过去这三年以来 台北股市是国际股市的领先指标 并且它会比 不管是纳斯达克标普来得更强劲 所以整体上我们这里不是在看17463 台股本破段直接看历史新高交 18619点 18619 创新高 有没有机会看起来 AI的题材一档一档接 老师说要功高 大哥要给力 那我们先看一下大哥们都在关心什么题材 就是AI OpenAI的宫斗一度引发了全球科技业的讨论 但还好现在是喜剧收场了 Chart GPT支付宫斗72个小时落幕 他要去微软工作 而且园团队一起带着走 园董事会惨了面临投资人提告 昨天微软挖角到了OpenAI的创办人之后 股价创下历史新高 它的市值已经劲逼了全球市值的龙头巨二苹果 OpenAI宫斗我们谁赢谁输呢 包含奥特曼从请辞变老板的老板 那微软可以因此壮大AI团队 回答也跟微软合作可以要到更多的AI晶片 那唯一的书架是OpenAI的董事会 那我们看一下这个微软跟回答的题材 强强联手也带动AI的这个 另外再掀起一波的大浪 我们从美国股市来观察 科技股这么热 让美国股市现在看起来 功高有望 台北股市也有机会向前高来挑战 首先我们很快速把今天一大早 国际主要这些财经网站所提出来的看法 彭博他提到说科技股 他带动什么 带动昨天纳斯达克走高 所以他的看法就是 亚洲股市一定会涨 就亚股比方说日清 南韩 加全等等 这里绝对是看涨 好 再来路透社他提到 微软创新高 关键底创新高 美股全面上扬 紧接着来巴隆 他就讲到重点 他说标普历经 从2020年到目前为止 是过去这三周是走得最亮眼的 他说从历史告诉我们 接下来标普会创历史新高 好 在看这里之前 我们回到刚刚那张表格 各位请看 微软 回答 Google 亚马逊 Meta 等等我们叫大七 对 大七 大七就是这七档全职股 它占比 占纳斯达克占比49% 就是光是这七家公司 它的占的比重都49% 各位请看 微软创历史新高 创历史新高 回答 创历史新高 已经两档了 请问 各位你不要忘了 台股的强度是高于 标普跟纳斯达克 如果大七在未来这段期间 跟随着微软 回答的脚步 往上做挺身 创历史新高 那代表就是说什么 代表纳斯达克会创历史新高 标普会创历史新高 那台股肯定就过18619 好 所以我们很快速看 巴隆它为什么说 历史告诉我们 接下来会创历史新高 好 他就举了法新银行 出了一个最新的评价报告 OK 这个是针对2024年的评估 这里叫4800点 西千倍 这是标普 S&P500指数 好 那它的意思就是说 明年的第一季跟第四季 标普会站在4800点之上 那明年的低点呢 会落在第二季跟第三季 也就是说明年的第一季 国际股市会出现非常强劲的 喷出形态 可是喷出过后会有一个修正 这个修正下来你也不用担心 24年会再重返 这个4800点之上 好 那回过头来 各位不要忘了 我们包括在过去 包括昨天我们做了比对 台股的强度是比国际股市来得高 对 所以整体上我们预期呢 本波段台股攻坚18619 是会达成的 好 台股攻坚18619 美国股市有机会台股也有办法跟 因为大七已经有越来越多档的 这个指标科技股创下新高 那我们讲到 最近这AI概念股的反弹了 小小时候就教我们大家一个方法 就是从KDJ来抓 这一直的箭头有没有向上 如果负值缩减箭头向上的话 也许可以抢个反弹的机会了 的确这一招还蛮好用的 我们找到好多AI概念股 反弹这个切入的时机点 今天再来好好的恶补一下 因为我想问的是什么族群 ABF 是 那整体上很快速跟大家做个恶补 就是说金融市场主要有所谓的 同时指标 趋势指标 还有一个叫做反转指标 它三个是不同的 OK 那反转指标大家常用常接触到的 分别有乖离率 有PSY 心理线 有我们之前这一招 跟各位分享的KDJ 包括相对强弱指标RSI 这些统称都叫反转指标 好 所谓的反转指标 它简易来讲就是 它认定商品呢 不管是这个商品是往上走多头 或者是修正 甚至于是一个横向整理 这个股价一定会有一个正常轨道 它会在正常轨道上上下下来回波动 那既然会来回波动 它一再告诉你最终 它一定会回到正常轨道 不管是RSI KDJ PSY 乖离率 通通都会回到正常轨道 那什么叫正常轨道 我们看左侧 我们取比较简易的KDJ当一个范本 KDJ就是没有在看KD 你只看这个J 你只看一个J 那这个J呢 它的意思就是这个J呢 会零 主要的波动是零到一百 上下来回波动 零到一百 它会穿过一百 也会往下贯穿零 但是你不用担心 它最终再怎么样 它会一定会回到五十 它不可能不回到五十 纵使太阳打西边出来 它也会回到五十 所以呢 我们就很快速来做个观察 来 各位请看 这一波跌幅最重的 里面有一个族群叫窄板 也就是说我们去观察 蛮多朋友 可能在过去这一段期间 不管是新兴 南殿 景速 包括像真顶等等 那个修正真的很重很重很重 也许大家会觉得说 PCB走得很强 那为什么窄板就走得特别弱 对不对 所以面对这种结构 那我们到底该怎么办 各位先看上方 上方这个叫日K线图 这是10月 这是11月 这是11月 这是10月 这是11月 这是今天 OK 那我们 我的看法就在于 当你利用各种技术分析的方式 最终是为了什么 最终不就为了希望能够找到 一个起账的买点 跟高档下跌的卖点吗 所以我们用指标画 在于让操作者可以用最简单的角度 一目了然 把复杂变简单 你才会用指标 我们跟大家分享叫做这个J 这个J我们看左侧 以3037的新兴为例 它在9月20号 就是这天 新兴的股价当时往上涨到191块 在9月20号这天 它的J值呢 前一天这个J值都是往上的 对 第一天由上反转向下 192 184块 当时的J在正午时 但是这个J告诉你 我要往下走 我们来看 就是这一天 然后它就怎么走呢 它就一直往下走 走到被跌破零 这个零在这里 它跌破零 它到零了还继续跌 一直跌跌跌 跌到11月2号 就是这个月的2号 它的J正是怎么样 由还是变成-14 已经负了 可是这个J值 它已经往上了 然后这个往上呢 一直到今天从-14 今天是正27 所以这个故事在告诉我们什么 也就是说它有没有在起跌点 告诉你我要跌的 它就一直跌 一直跌 一直跌 跌到胡说八道 跌到真的你看都不想看它呢 好 可是11月2号 它跟你说 我要去啊 原则上应该没有人会相信它 你说这个国表哪有可能会去 结果从2号到今天 是每天都在上 对 连这个整理期 帮我把红色的画掉 好 这个整个J都是一路往上 没有任何一个下 我们看下一张表格 好 我刚帮大家做一个对比 这个J一定会回到正常轨道 好 这是3037的新星 景硕 南电 真顶 对不对 好 这是11月1号 这是今天11月22号 我把每一天它的J值 我都把它公布出来 OK 所以各位你可以加入我们的Lite Lite OK 不见得你有没有载版 我觉得是一回事了 我觉得是不是大家一起来追踪 来检讨 那这个J未来可不可以提供给我们 台股这里要养工18619 那我怎么去面对台北股市 未来的波动的一个过程 我如何能够会涨的股票 我抱得住 所以我们来看以J为例 2号-14往上 -9-5-3 0 1 2 4 5 7 10 14 19 27 它一定会回到正50 50叫正常轨道 然后我们再看一下 景硕 景硕今天是正16 然后至于南电 今天也是正16 唯一在载版部分 现阶段还没有转强的是真顶 是958 真顶在昨天 它一路走走走 正50 正50代表回到正常轨道 来到50它还是继续走 6163 67 70 73 77 81 昨天89反转 所以他就跟你说我就转弱 这个这一只要持续向上 代表你们的股票 现在正在涨 那你就持续让它长就可以了 好 ABF的观察 目前看起来至少ABF三雄 趋势是比较正向的 大家可以跟老夏老师 加个LINE 8 询问一下相关的细节 如果不懂的话 另外同样运用在这个 这一只反转找买点的 还有AI概念股 AI概念股 我们讲过从台积电 一直讲到威胜 今天台积电就走得很强 刚好跟昨天有一点点不同 昨天是连电正式第一天 占上50块 对不对 可是昨天的台积电是弱的 那我们讲过 台股这一波的多头的空间 这个晶圆双雄是轮动的 所谓的轮动就是 不能两个一起动 两个一起动 那会长得过度的热络 所以一定是 我长的是连电 长台积电是否弱 对 今天台积电共 所以今天连电就比较弱 明天不就又轮到连电了 所以你说 那我再怎么转 你就看这个J OK 各位您加入我们的LINE 8 或者你已经是LINE 8的好友的 你就去比对过去的每一天 跟未来我们持续帮大家做追踪 以J为例 它通通都是往上 我们看下张谷表 我们做个追踪 这个是台达电 各位请看 台达电这个J是不是很明显 它是往下走 好 这边开始 直到这边才转正 它是往上 OK 哪一根第一天它的J 由负转正 就是这天了 就是这天 好 我们来看右秤 这么巧喔 我们把每一天把它接续起来 OK 这一天是10月31 这天是10月31日 这一天是11月的第一个交易日 它是-15往上 我们当初讲你去挑负的 并且这个J往上走的 那你是不是给它站在买方 那买方一直到今天 这每一个箭头 他每天都跟你说 我现在还在涨 我还在涨 纵使有这个回答 对 他都跟你说 我统统都是正的 我没有任何转负 你不就这样一路往上包 包到18619 我觉得就这样 最起码在未来这段期间 你可以比较轻松 好 再来联电的部分 联电今天走势 比较没有很强劲 但是不要忘了 它就是5分 5分就叫攻击 除非它手不至50块 所以我们很快速 包括整个联电集团 我们观察一下华泰 第一个会涨的股票 一定是站上集结的 站上集结 纵使当天股价没有上涨 都是安全的 但是只要在集结区以下 那这些个股呢 不是说不会涨 但是你的警觉度 要提高到最高 举例以华泰为例 它的颈线就在这里嘛 就大集结是不是这一块 对 除非它跌破颈线 代表说 我可能不要涨了 只要能够守住在 这个大集结的上方 像这种个股 持续站在买方 好 除了用KDJ做观察 华泰目前站上集结区 还有机会向上 那卫胜集团老师 我们快速来追踪 对 卫胜集团的部分呢 这里当然是看大中控 为什么呢 第一个 首先这里是不是个集结 然后这里正式站上集结 对 然后股价出现多头的一个上扬 像这种个股呢 我觉得你就持续去 而会涨的股票 你就续报 甚至于站在买方 除非它转弱了 各位可以加入我们的Lite Ad 我们这些数据里面呢 都会放在Lite Ad里面 提供给大家做参考 好 谢谢老肖老师了 集团股当中 老肖老师一直帮大家追踪的 联电集团跟威胜集团呢 怎么样来观察 里面有没有小兵转墙的条件 我们可以从呢 这个突破集结区 或站上集结区来做观察 那一些个股 还有持续向上表态的空间 那大家如果有问题的话呢 都可以参考我们画面 上面的联系方式 跟老师来请教 然后老师的资料 也会放在Lite Ad里面 同学们有空呢 都可以跟老师来询问 老师有时间会 跟大家来做互动了 我要聊一下今天呢 这个全资骨墙 除了台积电之外 还有我们的发哥 联发科 联发科就在下午的时候呢 推出了 这个9300 稍微降贵一点点的 8300 但效能还是非常的强哦 哇 这个晶片 还没出就已经吸引了 中国品牌手机大厂的疯抢 今天联发科股价呢 再创下波段新高 卖上千元有影了吗 不过我们要聊的是 这个整体消费电子 包含了车用的回温 车用PCB个股 一档一档转墙向上喷 还有谁低档落后补涨呢 我们请问委群老师 休息一下 锁定五七股市同学会 欢迎回到五七股市同学会 发哥成为大魔的心头肉 现在各家外资都要来捧联发科 联发科除了受惠 在这个手机市场的回温之外哦 也是边缘AI的实现者 这个是外资给的报告 喊联发科一千一百一十八元 尤其中高阶晶片启发 全面对决高通 外资四连买买了四千张 大魔昨天也买了一百二十八张 好 联发科呢 先推出的天机九千三 用台积电四奈米制程 客户有小米 OPPO还有VIVO 那今天下午推出的天机8300呢 也是用台积电四奈米哦 这个小米的红米机呢 已经啊 抢先锁定放在它的手机里面了 据说跑分非常的不错 另外T300晶片呢 一样是用台积电的六奈米制程 好 联发科兼股价持续攻高 那消费IC设计还有机会吗 另外看到的是这个车用的PCB 在礼拜一 尾群老师来的时候 特别讲到有关于这个 定影投控的部分 应该是上个礼拜啦 上周讲到定影投控部分呢 感觉有点点哦 在这个哦 整理得差不多要转强的味道 那定影攻到100块钱之后呢 不要以为今天它没涨PCB 火就熄了 并没有 档档一档接着一档哦 在静棚攻高中 今天轮到了谁呢 今天轮到了华通 涨 还有耀华 今天是补涨 那昨天老师特别提到 如果说这些 已经涨到天上 你不敢碰的话 我们可以留意一下 2316的男子店 也是PCB的相关族群 那他要转投资 互试店 外资最近是买了246张 看起来好像还没有用力买 后面还有空间吗 这边也会一档一档 跟委屈老师来做追踪哦 老师我们先来聊一聊 联发科的部分哦 高通联发科现在互相的尬 都要推出了这个高阶晶片 不过目前从这个专业的 跑分机构看起来 联发科的晶片似乎 价格更优 CP值更好 效能更强 中国的各家手机大商 强着要用发科的晶片 联发科还搭上边缘运算哦 这什么样一个题材呢 那外资看到的1000块钱价位 是不是真的难度一点都不高 好的 我想基本上 在之前我们探讨过联发科 我们说会反弹 那这波也是很强 因为跟NVIDIA合作嘛 那接下来他也是做 那个Edge Computing 就是说我们前阵子在 我们的节目 我们一直跟各位同学报告说 其实AI不只有伺服器嘛 对不对 它一定会运用到手机嘛 汽车嘛 冰箱啊 或者说工厂 一定都会用到 所以你看到 这一次联发科 真的 他推出了那么多的晶片 不管是9300 甚至8300 对 那你看到这些 中国的手机的客户 我个人认为啦 因为毕竟 他们比较怕 美国的一个前置嘛 所以对高通比较不利嘛 其实你看前 前几年联发科涨的那段 也是一个去美化的一个成果 对 这次 有没有机会再来一次 如果说真的再来一次 那当然联发科你说 大摩喊1000多块 我认为不是问题啦 那当然大摩也是很小气啊 才买128张而已 所以我们有时候 股价涨多了 那外资在喊什么目标价的时候 我们就要看一下 到底他玩真的玩假的 对 因为毕竟 他联发科最近也涨得蛮多的 那但是相对的 联发科的族群还不错嘛 你看到譬如说 6533的金星科 对 今天转枪 6533 6533和金星科 对 你看 这几天有没有 有没有地囊转枪 脸书还是微软做的晶片 找他嘛 对 没他 对 所以这边来说真的 你说这个联发科 整体的一个 我认为啦 蔡明介她真的是一个 非常值得信赖的一个经营者 她所做的 譬如说你说金星科也好 甚至一个3169的亚信 3169 譬如说3169 有没有 最近也都低档起来 所以她的小金基都各有题材 而且都不错 都不错 所以这边我们持续观察 这个母鸡带小鸡的效应 那当然你说比较低价的 譬如说我们这两天 有提到什么滑通 那上礼拜提到的电影 甚至昨天提到的男子电 其实慢慢的也都是低档起来 对 所以这边真的啦 你说AI真的 它没有死 甚至你看到今天像那个 技嘉也有点反弹嘛 对 对不对 你看到那个 伟创 广达伟创 音乐达 对 都有点反弹 应该大家都在赌啦 今天晚上那个辉达的财报啦 对 那理论上应该是很好的 那所以理论上他们明天都会开高 但是开高我们还是要看一下价量的筹码 这些就是像那个伺服器组装厂嘛 技嘉广达伟创 因为毕竟来说他们筹码是比较乱的 你看到今天冲高还是有点压回 对啊 就是气势不够强 对 气势不够强 所以真的火种还是在IC设计上面 真的为什么我常讲说 多头市场 我们要找的就是IC设计 对不对 IC设计一定是最凶的 你看到最近有一档股票 比如说3228的金利科 金利科 对 真的去年应该前几年跌得很惨 最高来到600多 后来跌到90几 最近90块涨到238 当然这个比较说 它获利没那么好 我们只是说做建议说 你可以看到IC设计真的很凶 就是说连这种还没赚钱的 都开始起标了 对 IC设计的行情 对 那甚至我们常提的威胜 对不对 那时候七八十块 我们跟各位同学报告说 人家世青创意有AI 威胜也有AI 你看就涨到160 所以真的啦 我说这个行情真的不可小叙 但是有些涨多了 我们就不要乱追了 因为毕竟有些真的已经涨很多 譬如说你看到 对不对 富士达嘛 对 今天就大跌 对 对不对 你看到富士达 富士达 我们切出来 6805 这个是轴承相关概念 对 最近大家都 这个 朝立新日系 折叠机 3376 富士达 或者说3548的朝立 真的涨很多了 这些真的都涨很多 那说真的 我们还是要看合理的本益比 因为毕竟有时候 你看到大部分都是投信在作账 但是反而投信 这两天照例被卖了 对 反而投信有在卖了 有在卖 甚至我们提到的3715的定颖 3715定颖投控 你看那时候我说 真的我有看到报告 是有机会三回数 真的来到100块 对不对 但是来到100块我也提醒我说 有些大户法人 他们会认为说 已经相对高点了 对 因为毕竟你说车用的一个PCB 它是做最多的 但是回来之后 反而又有大户筹码 又有法人进去 这几天又来到100块附近 这边当然我会建议 说你如果手中有的 就先做个停力 对不对 因为毕竟来说真的 你本益比 如果给它估20倍 高成长当然20倍是可以 但是问题是已经涨多了 已经涨多 那它可能会震荡 譬如说你看到 对不对 昨天大家有讲一个什么 叫AI pin 对 AI pin 说什么是随身型的AI 随身型 那个小小的东西 对不对 会给你翻译 然后可以通电话 对 提到一档什么 3059的华晶科 华晶科昨天大涨 技术面好漂亮 你不看的话 技术面多漂亮 对啊 就今天开高成立 那一定又是隔日冲 对 我常常讲真的啊 现在比较 真的比较讨厌的 就是隔日冲 没办法人家钱多 对不对 他要去锁掌厅 比如说昨天有一个 我看应该是有一个户头 就锁了六千多张 对不对 那今天他一定开高 一定有些会到 对 就像志源前 昨天也是一样 前天锁掌厅 对啊 上周五锁掌厅 上个礼拜我锁掌厅 那昨天一定到 所以我说 你可以做个调解 所以真的 真的我会建议 真的有时候股票 你真的有点耐心一点 对不对 譬如说我们看到 今天又看到双红 对 三三二四 对不对 三三二四 对创新高 对啊 我说真的你看 那时候两百多块钱 你看今天还是 三八八了 他真的是AI里面 算是受费最大的 艺人是他做最好 对不对 董事长也出来说 明年开始 有可能艺人跟器人 要五十五十 他真的是实实在在 而且本益比说真的 不贵十几倍 二十倍而已 像这种真的 有技术能力 有竞争力的 那当然 你抱得越久 赚得越多嘛 对不对 如果涨到 现在三八八了 应该 我认为四百块 应该不是问题 甚至到四百块 又有人什么 喊上钱 到五百 对 因为毕竟 艺人这种东西 它是一个 毛利率比较高嘛 所以我常常讲 真的你说 我们就是买好的公司嘛 你看维影今天也反弹 对 维影绝对是比尾创好 资源当然 最近来说 就是会有隔日冲 所以我们就是要看筹码面 对不对 优群也是创历史高的 对不对 那时候还在一百二十几块 现在都一百五十几 当然你说新药股 也是有机会 甚至微胜第二 今天大涨二十几块吧 最近涨了一百块 对 所以我说 真的 这边好的公司 就用资源 对啊 老师要怎么化解 这一根隔日冲锁上去 隔天被倒下来的 他昨天出不干净 他昨天好像没有出干净 今天看他有没有出干净 但是也可以看出 他也看好资源 他也看好资源 所以你说 大户法人会认同 甚至你看到 昨天融资有增加 所以见资比有点下来 所以这边来说 我们就看 接下来他能不能过这个压力点 如果能过这个压力点 那当然 我觉得资源 你说外资看那么好 四百多块嘛 对不对 他有没有机会 绝对有机会 所以这边我们就看压力点 我们等一下会有一个表格 好 那这个是滑通 我曾经有提到滑通 今天早上又冲高 但是你看他一定又有隔日冲 一定的 或当冲 对啦 你看这个量就是比较大一点 但是市场法人给他的报告就说 今年三块多 明年有可能赚六块钱 他又有华为的题材 对不对 然后又有低轨卫星 他的毛利率会增加 所以我们买股票就说 你买在底部 你要知道说 他未来有什么机会 等下如果说明年赚六块钱 现在六十几块 其实也还好 本一比十倍出头 也不算贵 那你自己心里就有个底 你不会追高杀低 对不对 就像我常讲的 我说 那时候我说 你神达那时候 应该二十八二十九块送过 涨到五十块了 那我说还有男子店 那时候应该是二十七块多吧 对不对 我就说 他的题材在哪里 就在护士店 他是OAM 对不对 加速版 对不对 加速版 加速版比那个主板更难做 伺服器的主板更难做 对不对 你看今天的新闻也公布了 PS 对 他就处分 这前三季吗 还是说光处分 富士店就拿到二十五块 拿到二十五块 拿到二十五 但是那时候预估 他可能今年会卖多一点 会卖多一点 会有EPS五块 明年甚至有八块钱 那你看 对 37块买 那时候先涨到40块 今天也39块多 而且如果说 再过这个前波的高点 对不对 如果说EPS有五块钱 甚至明年如果 再卖多一点有八块钱 那本益比就看法人怎么给 你说四十几块 也是 我觉得也不贵 而且投信买的时候 几乎没卖 对 你看到投信为什么 好奇怪 对对对 投信也知道这个消息 所以你看到 真的股票 我常常讲说 为什么要看法人的报告 就是你知道说 它好在哪里 你不用追高杀低 对不对 就像说你说像这个 Wayson D 为什么我要把它遮住 有些同学会说 怕筹马乱 对 我说郑老师很小气 但是其实不会 我常常很多低档 都跟各位报告 因为这个是比较高价一点 高价的股票 它就会震荡比较激烈 对 硬的 有些同学我怕你说 心脏受不了 你抱不住 对对 他洗一下 到时候又说 你都不准 让我们赔钱 所以如果你资金比较大的 有兴趣的 都可以来跟我们做个询问 因为毕竟这档股票 我觉得筹马也安定 你看投信在这边 大说 这天应该买了40% 光是那一天就买了40% 当然 它也跟联发科有关 联发科努力了六年 这档股票 你说会不会再修 跟联发科有关系的 跟联发科有关的 你说要AI 要什么 这个是很重要的 是 所以有兴趣 Wayson D2 你说像这种 短线上转强 你看今天台积电过579就上去 对 对不对 我昨天写的一个转强价位 联发科也是 快供到600块 对不对 资源没过就没过 是 对不对 没过今天就整理 等一下 对 所以老师这个转强价位 每天都会做一点更动 对 当然如果等一下晚一点 回公司 我也再做一个 再做一个计算 每天早上会 如果有兴趣 可以跟我们做个索取 对 然后加一下AI 对 欢迎加一下 来 那腹顶昨天长 今天洗一下 我觉得也没结束 创围也比较在低档 那Wayson D2也是一样 有兴趣可以跟我们做个联络 好 那最后来提醒大家 老师的AI 会有什么样的讯息呢 我想每天都 如果比较特别 如果说今天大盘爆亮的话 我们会提醒各位 那这个盘当然 还是个多头 明天应该 这个今年的高点 就会过去了 希望 理论上 回答应该会不错 那当然譬如说 有什么标股 对 之前Wayson七八十块的时候 资源也是一样 对 在低档 如果有最新的法人大户报告 比较有肉的 也会跟各位做个分享 好 感谢尾群老师 那提醒大家 刚才尾群老师 所提供这个热门概念股的 这个压力跟支撑价位 老师都会随时做更新 那同学们 想要搜取跟掌握的话 都可以跟尾群老师来联系 可以参考一下 我们画面 一幕上面的这个 联络方式跟尾群老师 来交个朋友 那大家的问题 也可以询问老师 有空会跟同学们做互动 光聊一下 真的有机会就在明天 看到台北股市 创下今年新高吗 要看辉达的财报 够不够利 不过看起来 台股的概念过早 就已经动尾掉了 一档一档都喷出 好多类股都轮着涨 辉达创高 CPO也开趴了 创威前顶都攻涨停板 今年4979的滑星光也大涨 好 CPO每次要涨 都给你涨得又急又猛的 急喷行情怎么样掌握呢 我们请问邓老师 广告回来锁定 五七股市同学会 欢迎回到五七股市同学会 刚才我们在广告前讲到 台北股市 有没有机会在明天礼拜三 看到台北股市创下今年的新高呢 好像这个几率蛮高的 因为明天很重要 清晨就要开奖了 是辉达的财报 两大利多会把财报前夕先创高 包含了OpenAI内斗 再度引爆AI热潮 就是因为AI热 所以微软要把这OpenAI创办人 给延览进来嘛 那微软充GDP5 亚马逊跟Google也拼了 都要自己来做AI的自研晶片 那辉达最受惠 辉达呢 昨天上涨超过2%收 504正式创下了收盘历史新高 市值1.2兆美元 那明天清晨财报会加分呢 还是会力多出金 因为毕竟在公布前已经先涨了 大家会有点担心 但辉达照亮台湾新旧AI股 要选谁呢 网友问了 老AI跟新AI到底选哪一边 今天都有涨 老AI的代表概念股 就是这个代控几格 包含了微影 微创广达 音业达等等 今天都有上涨 那这个新AI部分呢 就聊到的是光通讯族群了 前顶华星光今天也都大喷 那老师昨天是提醒大家 可以留意波若薇 现在小资族也卡位AI这个商机 买爆了台积电 最近10天 暴增近千万股的零股 大家都是英雄所见掠头 老师就想问了 您觉得啦 这个到年底 现在目前大盘创高的气氛 看起来好像没有什么 再大的利空会出现 那过去很惨的老AI概念股 从今天开始 加温 成交量 量增的情况来观察 有没有有一点 就是叠得差不多的味道 我觉得是这个机会已经有了 就像我们昨天在讲说辉达 那辉达昨天突破了前高502.5突破来到504 那我们昨天的字卡 想同学们应该有印象 这个大摩看多少 看600文 对不对 另外一个美银看600左右 也就是说它离这个突破新高 它们往上看两到三层 那我们保守一点抓两层好了 也说在整个旧AI里面 纵使之前违影 违创 广达都跌很惨对吧 但是也有短线反弹 我们看一下 从违影来看6669的违影 6669 你会发觉其实它从1970打下来之后 现在它是维持个强势整理 它是算还蛮不错的 毕竟伺服器里面 大家第一个想到就是违影 我们来看伪创 伪创应该是比较多同学的tone 因为很多人有这一档 它也稍微浓缩一点 我们看来它跌了多惨 它从161这样跌跌跌跌跌 跌到这边破百之后 经过了两块两个月 一个多月快两个月 终于又回到了100块 现在各位看到 它所有的均线就压在这个地方 也就是说我的季线就是压在这个地方 所以明后天如果说 因为徽达的财报好 它能够跳上去就漂亮了 就非常漂亮 你可以看到 它这个半年线在104 季线在101 站上去 第一天 今天收102.5 所以我今天收在季线之上 我如果能够越过半年线 那不就很漂亮吗 说多不多不多 就差两块钱 两%而已 所以我觉得有这个机会 毕竟这个底已经慢慢地打出来了 我们再看一下2382的广达 广达 广达 广达也是 从282这样打 打到破200 也开始足底 你发觉它跟伪创哪里不一样 伪创离这条线很近 它还没 但是我们刚才提到 如果说整个辉达 财报公布出来很亮眼 甚至说持续地往500 500 600冲 这些股票要过是很容易的 毕竟短线你看 它KD在50又交叉了 所以我觉得也不能看坏 短线上我觉得这些股票 都有资格谈一到两成 但是我们说股票你要分满 反弹跟回升就不一样 为什么前几天我跟同学讲 大盘要过17463 那是早晚的事情 因为大盘它整个波段的修正 早就过0.618 0.618那个位置就是16894 如果各位会去算黄金分割率 从17463打到15975 算出来16894过了就是变成是回升行情 回升就是会过17463 那它还是一直往上走 那最大工程就从台积电带动 所以各位就发觉台积电破530 当时也是很多零股厨去买 有没有 当时明俊在问我说这没关系 你买在530 540都无所谓 现在破600了 它已经会上去的 对吧 那同样的道理 因为台积电会上去 那创意也是会上去 那因为台积电创意我们字卡都有 那再来就是今天大家就看到 光通讯 西光池相关概念开始动了 前景攻涨停 华星光也攻到涨停 虽然没有说涨停 可是它就会开始比价 然后它就会开始做比价 为什么会做比价 各位这张字卡 今天你看我打出来这三档做比价 同学们你稍微看一下 前景赚1.91 今天涨停100块 华星光赚2.17 今天170几块 波罗位赚5.11 不好意思 股价90几块 我获利是你的两倍 我获利比你多 你都到100了 我才90几 那后面会补涨 当然会补涨 所以现在我们要去找的是什么 还有低基期的 还有低本益比的 不管是旧AI 新AI都有 去找就有这种好股票 这种股票你买起来放在年底 下离年底剩一个多月 会抱得很安心的 包括安控的今天的 旗友 金瑞 昨天金瑞先过季线 今天旗友过季线 所以他已经告诉你 其实大盘的多头可用之兵很多 你知道用心找就有了 当然同学们 先加入扫描QR Code 加入Lite 我会帮你找 每天这个操作建议价格都会变动 法人买卖超 我会帮你统计出来 所以同学们加入Lite之后 就可以持续做一个追踪 毕竟台北股市有这么多档的股票 怎么样来追踪 这筹码面 基本面 甚至整体在这个位阶上面 技术现行转强的 邓老师会帮大家先做好功课 同学们有问题的话 都可以参考我们画面上面的 联系方式跟邓老师来联络一下 然后如果有问题的话 可以跟邓老师来询问 老师 自己节目也有直播 我们可以放在Lite里面 跟同学们做分享 老师我们一档一档 从K线做观察 好 OK 我们来看台积电 其实台积电就像我昨天提到的 它已经缺口571 已经几乎 你看发觉好强 碰不到 它就告诉我 我要过594 我为什么可以过594 你光看这个州的MAC 你是不是才刚交叉往上 对 它这个刚交叉往上 它就像这个地方 刚交叉往上 它至少都会涨了好几周 对 那现在才刚开始 所以你说要过594 难不难 不难 都来到585了 要到594其实很快 所以快的话台积电 有可能这个礼拜就过高了 那过高你就像我们昨天提到说 因为台积电早就过 17463那个价格了 所以今天大盘就补涨了 涨了快200点 那离整个17463就差40点 所以现在关键不是17463了 现在关键是你要买什么股票 后面涨的空间大一点 不是说已经涨很多了 你去追就没意义了 那讲到台积电 我们再看创意 就一样的道理 创意呢 它现在就是在挑战这个缺口 那你会发觉到 它这个礼拜 今天是礼拜二 它已经来到1770了 很近吧 会不会过 当然会过 为什么会过 我这里不是才刚touch交叉往上吗 对 周线 我才刚开始 这个礼拜都还没过 才两天而已 然后再来你发觉到 KDS在50交叉往上 所以基本上它告诉你 我也要过 因为台积电要过 它会跟着过 所以基本上我觉得1785 应该也是有机会在本周站上 站上就是挑战2000块大关 所以如果持有创意的 你就续报 想买的 你就利用盘中油拉回 就做低接 毕竟它已经支撑蛮确定的 好 好 我们也告诉各位说 整个星浦集团的ASKY 你看这个底打得真的很扎实 对吧 你发觉它这个礼拜 目前为止就是高点来到731 就是挑战这个最大量区的低点 一旦站上就定到下一个区块了 也说它未来就是要往865来做迈进 会不会来 这是重点 你发觉到我才刚交叉往上 我才刚交叉往上 所以基本上它告诉你说 我这个礼拜到下个礼拜 我就是要往上攻 我短线就是要往865 当然还不会那么快1000 至少短时间 这一两个礼拜先攻这一关 这一关攻上了才会过1000 但是你现在在730以下 你就要站在一个买方 基本上我觉得这个底很漂亮 很扎实 好 化汉 那化汉你说今天它没什么涨 其实都不重要 为什么不重要 因为它已经很明显地告诉你 我KD刚交叉往上 我这个量 就是这一根 那同样的我这个礼拜 再过完下个礼拜 就有机会了 整个DIF黑翻红的第一周 MACD刚交叉 所以这个礼拜是在吃货 你会发觉其实在这个红K的二分之一处 它连碰都没有碰到 强势整理 强势整理 所以它就是拉回来就不多 但是同学们要去站在一个买方 不要等到下礼拜 它正式一交叉往上 又一根长红的时候 周线长红的时候 有时候是一涨就是好几十块 所以我觉得还是蛮靠好的 拉回来是给机会做布局的 而且毕竟话它一到十月 是 营收的年征数还不错 好 那想来瑞琴电通 洪家军瑞琴电通你看 这里也很明显 KD交叉 MACD交叉 然后上个礼拜出量是这一根 现在在这里 维持小涨 但是各位去想 这边有个大量趋势 3896张 今天才礼拜二 几张了 已经 我盘中印就2300了 还有三天 所以100%会过 3896这个位置 会过 那既然会过 就是这根K线 对啊 这100块之上了 就是一定要来到104了 因为量是先价型的 对 所以基本上 他拉回来要站在买方 今天也是小涨一点点 但是他已经告诉我 这个礼拜 如果让他走完 这个周量一定过 那一定过就是一定会过104了 所以拉回来就要站在买方 这个底型很漂亮 前顶 好 那讲到前顶说 今天涨停板应该很好啊 但是我反而不会说他很好 为什么 其实到昨天为止法人偷偷卖 那今天的涨停板 会不会又是那种 隔日冲大户去锁的呢 有可能 我就要打个问号 对 毕竟11月份到 昨天为止是卖了1843 法人是并没有买的 对 法人是拉高是卖的 卖的卖的 你说搞不好今天是买的 如果今天是买的 请你看一下 是不是隔日冲大户买的 如果是你要提防 好 再来 它这一波已经涨过一大段 前波高点是105了 然后你发觉到 它最大量的这一根区块在这里 所以怎么做呢 也说如果你手上有钱顶 我恭喜你 但是你明天是要准备卖的 什么价格卖 接近前高卖 再来跌破976卖 也要卖 也是要卖 就是如果接近105你也卖一趟 跌破976你也要卖一趟 好 华星光赚2.17 可是股价来到174 这里有个大肠可以撑在那里 所以它维持一个区块 有压力 那怎么办 如果你有前顶华星光 你为什么不把它转到波罗威 有找 它最便宜 但是它赚最多 法人才开始慢慢买 昨天也是卖钞 到了昨天才变成买钞 转买钞 所以它空间更大 而且有比价效益 你赚2块多的到170了 我才90几 所以波罗威后面补涨 其实蛮大的 有机会比价 好 再来看旗友 今天终于放量过期限 昨天是金锐 对 今天是旗友 所以安控图群一档一档 接着来了 所以你看今天 金锐就是维持在平盘下 可是就换旗友涨 因为它昨天先动 拉回量是不能站在买 因为量先架行 这个量是过这个量 已经过大量了 所以反而拉回量说是布局的时间 就是利用拉回买 好 它量已经告诉我 我已经过前高了 而且老师这两档 好不容易都站上提前位置了 很漂亮 是不是有机会就是 对 掌势